偷偷的溜进去啊 放心吧 虽然有刑剑的审查 不过呀 总要给我们洛山会一些面子 牧尘当初可是把刑剑三位学长 全部给收拾了一遍 他们不敢对我们洛山会的人怎么样的 苏灵二在一旁怂恿着 好吧 雨昕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情感战胜理智 他咬着牙点了点头 走 叶清灵一挥手 已经率先月初 雨昕和苏灵二立刻跟上去 三人汇入庞大的流光当中 直接冲进那金色的通道 进入金色通道的时候 叶清灵他们明显的感觉到 那狂暴的空间波动 金光充斥着眼球 眩晕感涌来 索性这种眩晕感紧紧持续半晌 眼前的金光就逐渐的消退 紧急着 他们眼前的景观开始变化 而他们的嘴巴也是一点点的张大起来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片充斥着金光的辽阔大地 而此时这片天地间 几乎被惊天般的吵杂声所弥漫着 放眼望去 人海几乎看不见尽头 在远处的天空上头 同样有着一道道金色漩涡通道 在那里也有源源不断的人海涌出来 看他们身上的服饰 显然是其他灵院的学员 几乎所有大型灵院都能够开启这战戒 让本院学员进入 观摩决战赛 人海弥漫 不过却是精畏分明 每座灵院的学员都汇聚在一片方位 凌空而立 浩浩荡荡的模样 极为的壮观 这种恢弘的阵场 让叶清灵他们目瞪口呆 半晌以后才回过神来 然后目光看向前方 在那片天地间有着一座庞大无比的金色石台 在圆幅上 石台周围 有金色的光芒笼罩下来 把那里与外面彻底的分割开来 而就在天地间被可怕的人海占据的时候 那金色石台外头突然有着无数道金光 从天而降 紧接着金光散去露出一支支身着各种衣室的队伍 这些队伍 全部都是参加灵院大赛的队伍 无数道视线 摄像这些队伍 那眼神当中都是充满着钦佩 无论他们是不是本院的队伍 但他们毕竟是为了各自的灵院而出战 值得尊敬 古老的钟音声 再度响彻起来 这次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泛着灼热 投向了那巨大无比的金色站台最中央的位置 那里开始有着金光在绽放着 漫天的喧哗声 在此时陡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现身的 就是这次进入决战赛的八支最强的队伍 金色的巨大站台 犹如天神降临之地一般 悬浮在天空上头 在站台的上空 璀璨的金色仿佛是金色的海洋 遮掩着天地 灰弘之极 在辽阔的站台四周 则是精卫分明的各大灵院的学员所占据的 黑压压的人海 层次分明对着遥远处延伸而去 直到视线的尽头 这些来自各大灵院的学员 都是处于本院所在的区域 一道道光照笼罩下来 也是把他们彼此分割开来 毕竟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万一到时候战斗开启 这些年轻气盛的小家伙们情绪太过激动 很有可能会爆发一场极端混乱的大战 这种事情 以往不是没有出现过 所以如今的五大院 一般都会采取完美的防范的措施 而此时这片空间之内的所有视线 都是汇聚向站台中央 那里金光一点点弥漫着 最后金光竟在众多的目光当中 汇聚成了一座拥有着金色阶梯的台子 阶梯共分八层 依次跌高 那最高的一层大约百丈 金光形成金莲之形 华丽无比 而这金色阶梯 就是所谓的决战之梯 唯有进入前八的最强队伍 才拥有出现在这里的资格 而在所有人的视线 汇聚向那金色台阶的时候 那金色站台上空的空间 突然扭曲 旋即五道身影就出现在了天空上 当这五道身影出现的时候 金光直接在他们身后凝聚 净化为巨大的光座 俯视着下方那辽阔的金色站台 这片区域 无数来自各大灵院的学生 望着那五道身影 眼中都是涌现了一些敬畏的神色 因为这五道身影就是如今五大院的执掌者 五大院的院长 太苍院长坐在左方最后一位 他面色淡漠 双目深邃 犹如星空 平淡之间自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势 弥漫出来震慑着天地 在太苍院长右侧一位 是一位身着青色长袍的老者 他白眉白须 皮肤却犹如婴儿一般白皙 他的手掌上头似乎生长着一棵青色的松树 松树犹如翡翠般闪烁着青荒 摇曳之间竟连空间都有些动摇 而他呢 正是青天陵院的院长 天松院长 左侧第一位 是一位身形有些枯瘦的老者 他显得颇为的矮小 干枯的手掌摩缩着胡子 睡眼惺忪的模样 然而正是这副 其貌不扬模样的他 却拥有着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 五天王 五陵院的院长 在五天王院长身侧是一位美妇 他身着华丽长裙 容颜雍容华贵 长发盘起发际 犹如凤尾一般 他肌肤光滑如玉 与在座的其他四位院长相比 他仿佛显得格外的年轻 但唯有知底的人才知道要论起资历 恐怕在座的也唯有圣灵院的院长 才能够将其超越 而他呢 正是万皇陵院的院长 唐秋院长 在五道座位上头 显然是最居中那道位置 显得格外的突出 在那光座上头 端坐着一道雄伟身影 那是一位无法辨识出真正年龄的男子 他有着一头白发 脸庞犹如刀削一般 颇为英俊 他淡淡的坐在那里 却仿佛是一座晴天山月 矗立在天地一般 让人心生畏惧 此人正是圣灵院的院长 天圣院长 也算是如今五大院当中 声明最为响亮的人 实力同样是深不可测的 这五尊巨头 就是代表着 如今这无数灵院当中 最为顶尖的力量 在灵院这片领域当中 他们显然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 五大院长现身 彼此对视眼 然后都是互相点头 算是见礼 来自各大灵院的 诸位院长 也请入席吧 天圣院长 刀削般的脸庞上头 露出一抹笑容 那让人如沐春风一般的声音 响彻在这片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就见这片天空上 空间再度扭曲 一道道人影踏破空间 闪现而出 这些人浑身都是弥漫着可怕的威势 他们周身并没有强大的灵力波动 但是谁都知道 眼前这些人可是每座灵院之中的扛顶者 实力是超凡的 这些来自各大灵院的院长现出身来 都对着五位院长所在的方向摇摇拱手 然后袖袍一挥 天空上各有光芒 凝聚成光座 而后他们盘坐而下 俯视着大地 太苍院长看了一眼 不经意间就把主导位置占据的天圣院长 微微的扯了扯嘴角 这个天圣 还真是把圣灵院当成五大院的院首了吗 其余三位院长 虽然并没有说什么 但眼中显然是略过一丝不满的 天圣院长仿佛并未察觉到他们的不满 那目光突然转向太苍院长 微微的一笑 太苍院长 这次的灵院大赛 对你们北苍灵院可是很重要啊 太苍院长同样是笑了笑 这就不用天圣院长提醒了 我们北苍灵院自然会是全力以赴的 那是自然的 我也希望北苍灵院这次能够表现好一些 不然的话 如果失去了五大院的名弦 对于我们四大灵院也会是一种损失啊 听天圣院长这么一说 太苍院长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其余三大院长眼盲一闪 显然都是听出天圣院长和太苍院长之间的针锋相对 不过他们并未对此感到意外 毕竟圣灵院和北苍灵院之间的关系的确算不上好 当年圣灵院原本想扶持一座顶尖灵院来占据这个五大院的名额 这样他们圣灵院就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进而稳定院守的位置 但哪料到最后北苍灵院杀出来 夺走了一个五大院的名额 也从而把圣灵院的打算给打破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还是尽快开启黄金战梯吧 我也很想知道这届的前八强究竟会是来自哪些灵院的队伍呢 万黄灵院的唐秋院长微微离笑 笑容当中充满着成熟女人的风韵 让人心动 哎呀 还是唐秋院长说的对呀 如果学员本师不计 现在多废屯舌也是毫无作用 天圣院长 你们圣灵院虽然有个鸡旋 但是也别小看了我们院内的小家伙 那身材 看下来把那座已经成为全场瞩目焦点所在的黄金战梯所笼罩 而随着灵光弥漫开来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站提第八层处 金光开始散去 五道人影一点点的出现在那无数的视线之内 方云率领着四位队员现出身来 他们已经全员换上了本院的院徽 因此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 就立刻被辨认了出来 第八名是九鼎陵院的队伍 真是厉害啊 不愧是曾经的五大院之一啊 当方云那支队伍出现的时候 这片天地间顿时就爆发出铺天盖地的哗然声 而在哗然声弥漫天地的时候 后面几层的黄金战梯上头 金光同样开始散去 一支支强悍的 让人动容的顶尖队伍 开始陆续的现出阵容 第七名是什么灵院呢 似乎是不败灵院 一座实力很普通的灵院吧 他们竟然也能有队伍闯进八强 这怎么可能呢 第六名那个来自血神院的队伍 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不愧是灵院大赛呀 真是藏龙卧虎 不管他们来自什么灵院 能够进入前八强 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强悍呢 第五名是青天灵院的队伍 队长是柳青云吧 终于出现五大院的队伍了 第四名是武灵院的队伍 天哪 那是武灵啊 武灵院中绝顶的天才 连这种人物都只能获得第四 那前三位究竟得有多可怕呀 在那黄金站台上头 五只气势惊人的强队降临的时候 天地间哗然阵阵 无数声音冲天而起 不少人脸色激动 这次灵院大赛的质量之高 远超他们的想象 在天空的光座上头 武大院长望着这一幕 眼中也是有着不同的神色闪过 而那武灵院的武院长 也是吹了吹胡子 显然对武灵才取得第四的成绩 并不满意 太苍院长脸色沉寂 眼中有着光芒在变幻着 如今前八已经出现五支队伍 只有前三还没露面呢 而他们北苍灵院 则是一支队伍都没有出现呢 这样的情况只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他们北苍灵院 一支队伍都没能进入前八 而另外一个 那就是有队伍取得了超出他想象的成绩 这两个结果 一个是地狱 一个是天堂 这种差距 即便是太苍院长的心境 都泛起了阵阵的波澜 就连太苍院长都无法彻底保持平静 更何况此时北苍灵院的那些学员们呢 此时在北苍灵院学员汇聚的那片区域当中 所有学员都是坐立不安起来 紧张的气氛 几乎要让他们窒息了 在前方 叶清灵 苏灵尔 雨漆的脸上都是布满了紧张 甚至连一旁的灵溪长老 都是紧抿着红唇 握住死儿小手的手掌 逐渐用力 让死儿苦着小脸 人却不敢说话 嗡 黄金战梯最顶尖的三层阶梯上头 开始再度有金光弥漫 三支队伍的身影一点点的浮现 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此时死死的顶了过去 金光凝聚 然后逐渐的散去 那处于黄金战梯最顶尖的三层当中 三支代表灵院大赛最强战斗力的队伍 也终于在此时彻彻底底出现在无数道视线当中 而当三支队伍出现的时候 这片天地间的气氛 瞬间就凝固下来 在第三层黄金战梯上的 是五名娇俏的女孩子 特别是站在最前方的女孩 更是瞬间就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女孩手持金色长枪 青丝倾洒而下 金色的战甲 包裹着心肠而柔韧的娇躯 她有着如画一般的容颜 凤幕美丽而高傲 薄颈白皙如天鹅 苏兄宝满 有着让人心动的弧度 纤细的小妖 盈盈的一卧 战裙之下 更是雪白性感的玉腿 美不胜收